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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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缘 问 答 顺说和随喜 这八个部分 所以昨天讲解了 就是讲解了前三个 也就是序跟诗还有卷术 但是呢 在这个昨天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王舍成秘密的故事当中呢 有一段出自于大智杜伦里面的这个故事 那里面提到说 当时有一位广车国王 他的父亲是因为主张祭祀天神要杀生 所以最后整个身体都陷入到了地底 当时呢我以为说错了 我没有好好看那个故事 就说错了 今天要该法医下之后 说错了 所以就说成是说这个父亲认为不要杀生 但是其实他就是坚持要杀生 所以我就把 就是说法了 罪过很大 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呢 故事的这个细节呢就有一点很有趣啊 所以呢就是刚好这里 可以在这里就是顺便补充一下 这个坚持杀生的国王呢 名字叫做 叫做婆娑 我好 他因为宝利是属就出家成为了婆罗们的先人 有一天呢 几位婆罗们的出家先人 跟一些在家的婆罗们吵了起来 在家的婆罗们认为呢 依照经书 依照经书 祭祀天神的时候 应该要杀生吃肉 但是呢 出家的先人们却认为呢 祭祀的时候 不应该杀生吃肉 所以就大家就 正来正去的时候 出家的婆罗们说 现在有一个大王 出家做了先人 你们应该会相信 他所说的话 因为就是我们说 也没用啊 你们都不相信 那就请那个 当过国王的那个出家人 他来就是说话 你们应该会相信 在家婆罗们说 相信 而出家婆罗们呢 就说好 那就我们明天就 让这位出家的大王 来做评判 所以我们明天 一起去问问他 没想到呢 当天晚上呢 这个在家的婆罗们啊 他们就是偷偷地去 先跑去见那位出家的 这个大王 也就是婆嫂 然后他呢就是 并且说了很多事情 同时就告诉那位婆嫂 说明天侦查的时候呢 一定要帮我们 然后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 就大家到了婆罗跟前的时候呢 这个出家先人们呢 先发问说 这个祭祀天神的时候 该不该 就是应不应该就是杀生吃肉的 婆罗这个回答的时候 就他说 根据婆罗们的法 祭祭祀的时候 是应该要杀生吃肉 出家先人们听到 这样的说法 觉得很惊讶 所以就继续问到他 说先不要管 这个律法是怎么说的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这个婆罗说 我的想法是 为了祭祀天神 当然要杀生吃肉啊 这个被杀的这个动物呢 因为祭祀而死的 所以呢 他会就是 死后一定会投生到天道 所以那些出家先人 就听完之后呢 就气得不得了 然后就大骂说 你错了 你这个骗子 那甚至呢 还对他 吐口水说 罪人啊 你去死吧 就滚出去 去死 没想到 这一骂完呢 这个婆罗先人 就从他的脚怀以下 就陷到了地底下 当时呢 就出家先人呢 继续追问 追问说 婆罗啊 你给我说实话 再胡说下去的话 你的这个整个身体 都会掉到地底下去的 婆罗就 还是坚持着说 为了 他说这个 为了祭祀天神 宰杀牛羊等等 动物的话呢 就是 并且吃他们的肉 当然是无罪的 他是这样 这样一说完呢 他的膝盖一下 又陷进去了 所以就这样子 一路问答到最后呢 这婆罗先人 既然就整个身体 都陷入到地底下 只剩下一个头 露在地上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那位出家先人呢 就劝他说 劝他说 你看吧 你就是因为骗人 说大话 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报 所以你赶紧说真话吧 说实话 虽然呢 你就是只剩下一颗头 露在地上啊 但是 只要你说 只要你说实话 我们有办法救你出来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婆罗先人在心里心想啊 他说 我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他已经做过这个国王的 所以就 怎么可以出而返而 说话不算话呢 就好像就没面子啊 而且呢 在婆罗门教的这个四部废陀 当中呢 就是 都一再地赞叹 就是祭祀天神的功德 所以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就是 坚持杀生祭祀 是无罪的 所以最后他就用 就是用最后 就是尽最后一口气的说 就祭祀天神 而杀生吃肉 是无罪的 绝对是无罪的 这样子 而最后呢 这个出家先人们呢 就 非常的失望啊 说 你真是一个 无药可救的人啊 我们 不想再看到你了 这一说完 这婆罪先人就整个身体都陷到地底下 不见了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这个龙树菩萨的时代啊 人们都会就是 依循着这个婆娑的主张啊 为了祭祀天人 宰杀动物 然而 就是 然后就是 然而在人民 那些人民在 人民在这个宰杀的时候呢 都会对着那些被杀的动物说啊 就对着那边说 说 是菩萨要杀你的 可不是我呀 有这样的一种习俗 菩萨要杀你 不是我要杀你 所以就 就不要怪我这样子 然后至于后面的那些 就发生的这些故事 就是菩萨的儿子啊 广车国王 就后面就 搬迁到 这个搬迁的事情就 已经昨天的课程当中已经讲过 所以就不用再讲啊 重复 不用再重复了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孩子呢 他觉得这个地方是 他父亲就曾经 就陷进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不应该再留在这边 觉得很有罪恶感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讲解 是第四个 音缘 而第五个问 这两个部分啊 所以讲解内容的时候 耳食 这个内容是这样 耳食 世尊等入 圣身明了 三某地法 法之一门 赋予 耳食 观自在菩萨 某和萨 形身波瑞波罗密多时 观察 照见 无愿提醒 细节是空 这就是属于这个因缘的部分 再来就是问的部分呢 是十 巨寿舍利子 成佛威力 百圣者 观自在菩萨 某和萨 摩萨 摩萨 约 这是问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先讲这个因缘的部分 当然的因缘是 是第四个 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容的第四个部分 这个呢 就是 这个说在说明啊 形成这部经典的直接因素 这部分的经文呢 是从 耳食 世尊等入 甚深明了 一直到呢 这个观 照 观察 照见 无愿提醒 细节 时空 之间的这个经文 那音缘呢 又可以称为 别序 这边的音缘 又可以称为别序 这是每一部经典呢 它自己 特别独有的部分 和其他任何经典 都有所不同 而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提到的第一个部分的序呢 则是叫做通序 那是所有的经典 都相同的一个段落 所以就 这有这个 别序跟通序的差别 再来就我们 每句话讲跟 做个解释啊 耳食啊 耳食指的是 佛陀开始 进入撒末地 准备说法的 那个当下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佛陀是 佛陀是不会主观 随便的 讲说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 现在佛陀却又开始 却又开始进入 就是禅定 和准备说法了呢 这是因为啊 当时的与会大众 他们的善根 都圆满成熟了 佛陀就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因缘 知道啊 这就是说法的正确时机 所以佛陀就 平等地 进入了撒末地 然后再来是这个 等入 圣身明了撒末地 接着就是说 这个讲解 等入圣身明了撒末地 的这一段经文啊 那首先呢 就是圣身明了撒末地 的圣身 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就是 圣意空性 这里呢 在吴构有阿舍里 认为呢 它有一个就是 有一部就 心经的注解啊 它认为呢 这里将空性 称为圣身的理由 是因为空性呢 它超越了一切 经验和极端 同样的这个 《小品波瑞经》当中呢 说圣身 向着极是空意 接着又收到呢 波瑞波罗蜜多 圣身 难见难结 必尽 礼顾 所以从这里的就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 圣身的意思 是说 它超越了念头和语言 所以不是我们说 就很难了解的啊 而在这个 世青菩萨的这个 实地 经论当中呢 透过这个 极竟 圣身 极灭 圣身 空 圣身 而无相 圣身 等等 九种理由呢 来说明 圣身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圣身的原因 它用九种 理由来说明 这圣身的 因缘 再来是明了啊 明了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它有通达 或者 彰显的意思 当我们去看这个 圣身明了 这三个字的 梵文的原文当中呢 就是说 梵文的原文说 阿瓦三波丹 阿瓦三波丹 它就有一个 彰显 圣身 真理的一个意思 再来是 就三母地啊 三母地的话呢 就是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佛陀呢 就一直平等地 安住在 三母地当中 它是不会 从法界中 不会动摇的 一直安住在 就是法界中 安住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 叫什么 空性当中 也可以说这样 所以呢 它自己呢 并不需要 重新安住一个 什么 三母地 但是呢 在这边呢 就是 要所化重的 一个眼中 来看的话呢 佛陀是进入了 一个新的三母地 他们觉得 好像佛陀进入 那些所化重 他们觉得 佛陀就进入了 一个新的三母地 其实佛陀 就是一直 进入三母地 三母地当中 对 佛陀为什么要 就是视线 进入这样一个 三母地的呢 因为佛陀 藉由这样的 一个三母地 能够让当时 以观世音菩萨为主的 卷众们 理解甚深的空性 或者说 这个 藉由这样的一个三母地呢 佛陀 让建筑们 了解到 他的心意 和他的世界 或者他的境界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佛陀的心意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 佛陀的心意是 除了他自己之外呢 自己和其他的诸佛之外呢 是无法被 其他任何众生 所理解 就是 所了解 连这些声闻 圆觉 甚至大菩萨 都无法知道 但是呢 佛陀 他拥有一个 特殊的加持力啊 能够加持 一般的众生 或者说 他的所化众啊 能够 了解 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就像是 这个 根本说一切有不 皮纳也要是 当中提到的 那边说 而时 世尊 其世俗心 作此心时 乃至 从以 皆 皆之 佛义 这个 佛陀有一种力量 他起这个世俗心 世俗心就是 世俗心很难 了解 不是说我们的世俗心啊 反正就他 有一种力量 就是可以把 连那些 昆虫啊 蚂蚁啊 那些都会了解 他会了解 他在想什么 总之呢 就这里呢 就是深深明了 三母地 就是 这样一个 一种类型的三母地 这样一种类型的三母地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谈谈这个三母地本身啊 三母地 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 内心 专注于 对境上的一种状态啊 或者 说是一种 集中精神的状态 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 就是三母地有这个 令心 寂静 安住的意思 它是透过 专注力和觉知力 帮助行者的内心 不被外境所牵引 让自己的 清晰和稳定 这两个部分呢 自心的这个清晰和稳定 这两个部分呢 平衡地 安住在对境之上 这个三母地很重要 就如这个 解身秘境中提到 三母地是 大乘和小乘 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这个 由此可知啊 由此可见 我们就是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世青菩萨也在 聚舍论当中提到 戒修圣如此 灭生天解脱 感生天解脱 对不起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持戒和禅修啊 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升天啊 你想去天道或者善道 要持戒 禅修是能够获得解脱 禅修呢 获得解脱 你想要解脱 要禅修 打坐 禅修 所以在这里面就说 就没有这个三母地啊 连这个 都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欲界 别说是解脱啊 就处理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欲界 所以这就很重要 再来就是 法治义门 法治义门这个 法治义门这个 意思就是拿这个法字啊 这个字在这个法的 这个字在范围里面叫做 达玛 达姆 就是应该是达玛 但是 现在我们 中文里面念达姆 它本身有 本身具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啊 其中一个含义就是 维持 维持 它是指一切的事物啊 因为每一个 它指的就是维持的意思就是 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 为什么一切的事物 就是维持呢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事物啊 它都有一种自我维持的特性 自我维持的一个特性 所以就一切的事物 被称为维持 然而呢 在这里 法治义门的这个法呢 指的就是 佛陀的正法 一般来说这个法 这个范围的达姆 有很多种意义啊 但是这里指的就是 佛陀的正法 它具有一种 殊胜的维持能力 刚刚说维持嘛 那维持 它反有一种维持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佛陀的正法呢 它具有一种 殊胜的 特殊的 一种维持的力量 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依照这个阿迪侠尊者 三世道的体系来说明的话呢 下世道的法呢 它能够帮助众生 维持在 人天道上 人天善道 而不落恶道 中世道的法呢 就帮助众生 维持在涅槃 而不堕轮回 上世道的法呢 就帮助众生 维持在 佛果 而不落 轮回 与涅槃两边 所以呢 佛法具有这样一个 很特殊的 维持能力 那就是维持 刚刚说 维持本来是 一般上来说 维持这个字呢 它指的就是 一切的事物啊 当然这里指的就是 佛法 那为什么佛法 可以称为维持呢 因为它有一个 特殊的 殊胜的 维持的能力 所以就将它 称为维持 接着呢 就是义门的意思啊 接着就是 义门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不同的 类型 所以呢 法治义门的意思就是 法的不同 不同类型啊 例如这个 这个二帝啊 四圣帝啊 三学等等 不同类型的佛法 由于 所以这里的法呢 就是特别指的是 正法当中的 三母地啊 就刚刚说 一般法是指的是 一切事物 再来就是 指的是这个 正法 再来就是其中 就特别指的就是 这个 三母地 因此呢 法治义门 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指这个 不同类型的 三母地啊 因此就是 甚深明了 三母地 法治义门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甚深明了 三母地 是某一种 类型的三母地 再来就是等入啊 等入啊 等入的意思呢 前面说 等入 甚深明了 三母地嘛 那等入的意思是什么 啊 这个时候呢 就佛陀平等地 安住在三母地当中 因此称为等入 那平等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大家都 有不同的就是想法吧 应该 啊 这个平等有 很深的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 先不要说 再来就是 富于 这边的这个 富于 他的意思是说 不仅呢 只有佛陀专注在这个 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然后呢 观自在菩萨也进入了 深深的见地 所以就是富于 的意思就是啥 不止佛陀 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 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专注在这样深深空性当中 观自在菩萨也进入了 深深的见地 然后再来是耳食 耳食就是说 佛陀进入 深深明了三母地的 下一刹那 紧接着就是 观自在菩萨 安住在深深空性的开始 所以叫做耳食 接下来是 观自在菩萨 这很熟悉啊 我们的 对我们 一个熟悉的一个名称 就是啊 观自在菩 观自在 观自在这个呢 就是 观自在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经典里面 所称的这个 观自在菩萨 跟一些经典里面 所说的这个观音菩萨 使得就是同一尊菩萨 观自应这个名字呢 从他的救护苦难啊 利益他人的角度来 取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观自在这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法号 或者称呼呢 则是就是 从这位菩萨 证物 人无我 和法无我 能够不刻意 自然自在 观察空性的角度 也就是 自立的角度来取的名字 观自应是 从立他的角度来取的名字 观自在是 从自立的角度 自身的功德的角度 而取的名字 这个观自在菩萨呢 其实呢 就是一位仍然在修行 下一辈子就会成佛的一个菩萨 但是呢 某些经典中认为呢 观自在菩萨呢 过去早已成佛了 佛号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正法名如来 他已经成佛了 然后观 根据原策大师 原策大师的这个说法呢 已经成佛的这个观自在菩萨 跟将会成佛的观自在菩萨 是不同尊的菩萨 只是就是名字一样啊 是不一样的人啊 只是名字一样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是一个唐朝的 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弟子 其实就是他是一个韩国人 你好 这样子 应该那时那时候 应该不会说这样啊 然后呢 有些其他的这个论述当中呢 提到什么呢 已经成佛的观自在菩萨呢 是真实的观自在菩萨 而那位将要成佛的菩萨呢 其实就是他的化身 不如真正的是已经成佛了 但这个就是 化身就是 就是展示为菩萨的 这位就观音菩萨呢 只是就是他的化身 不是真正的观音菩萨 有点像是骗人的 真正躲在后面 拍了一个假的 也不能这样说吧 应该是 好 一切都是假象 也可以说这样 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法华经啊 等等经论中的一个记载 就差不多 这样也 再来就是菩萨摩和萨 菩萨摩和萨的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这个有两个字啊 菩萨跟摩和萨 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就昨天已经讲解过了 就不用再说了 摩和萨的意思呢 是大菩萨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才称为大菩萨 带来是行身波列波罗蜜多时 照见观察 照见无怨体性 细节是空 这位这个观自在菩萨摩和萨呢 跟佛陀一样 他也透过了修行 安住在这个 深深波列波罗蜜多当中 那并且呢 以智慧观察 照见或者看到什么呢 就是看到无怨的提性 无怨的提性 都是空性的 也就是说在暗示 这也在暗示 后世的修行者们 如果能够照见无怨空性的本质 就能开显出菩萨的智慧 所以讲完了这个 这样就是以上讲完了 这样因缘的这个部分 接下来就要讲的 就是讲解的就是 这个八个部分当中的 第五个问 问呢就是 十 拒受摄利子 十 指的就是 佛陀进入三摩地 加持观自在菩萨和摄利子之后 这两位尊者呢 要开始讨论 甚深空性的时候 所以叫做十 那个时候 指的就是那个时候 拒受摄利子 当中的这个拒受呢 这两个字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在古代印度啊 长辈啊 对于这个晚辈 比较亲切的一个称呼了 就是有点像是 我们藏族有很多这样的称呼 就说百岁啊 什么千岁啊 什么这种称呼吧 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代 也说千岁爷 什么就百岁 也没有什么百岁爷了 但是千岁万岁爷 然后就皇上就是万岁爷 再来就是那些 哎呀 皇后啊 那些什么 王子那些 应该就是千岁爷吧 应该 一种 应该算是一种 但是这个也有点 恭敬啊 也就是古代的话 就是一种 长辈对晚辈的 亲切的一种称呼了 这个依据这个 释迦光大师的这个三百颂 就是三百颂是 关于一个就是 绿典的一个 关于一个绿 绿典的是不是 绿典的一个经论 当中提到啊 尊称的方式的时候呢 认为啊 应该要称呼 长辈为尊者 晚辈 称呼 而且称呼 晚辈为巨兽 那个晚辈 称呼 长辈的时候 应该说尊者 那我 长辈称呼 晚辈的时候 应该要说巨兽 但是呢 之不经文的 节级者 这个阿难尊者 年纪并没有 比射利子还大 所以阿难 称射利子为巨兽 并不合理 所以呢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称呼 并不是 基于对晚辈的 晚辈的一种称呼 而是因为 射利子 尊者 已经断除了烦恼 因此呢 就阿难 称赞他为巨兽 称赞他为巨兽啊 所以这里的这个巨兽 是一种称赞的称呼 变成一种称赞的称呼 以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 是出自于这个 无垢有大事的一个 新闻的 新经的注解里面 诸解里面提到 为什么就 这个射利子 称为巨兽 就是巨兽 接下来的是射利子 又称为 射利佛 我范文叫做 Shariputra Shariputra 这个 Putra的意思是 孩子的意思 所以尊者的母亲的名为 叫做射利 这个有两种说法 她的母亲叫做射利 这个意思就是百蛇鸟的一个 这个原因有两种 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 她那个母亲啊 她的眼睛就非常的漂亮 所以就像百蛇鸟一样 所以就取名为射利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当她怀有这个射利子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的聪明 而且变才无矣 所以就被人家称为射利 也就是百蛇鸟 这个射利尊者呢 是这个佛陀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另外一个 另外一位就是穆建林尊者 由于这个射利子尊者 是佛陀众多弟子当中呢 这个智慧第一的 智慧number one的一个弟子 所以因此呢 她就自然就成为 这个心经当中呢 就是提问 甚深空性的最佳人选 变了她的最佳人选 她是智慧第一 再来就是成佛威力 成佛威力 这个成佛威力啊 虽然就是指的 就是虽然这个射利子 是智慧第一 但是呢 就是大乘的身身法义啊 并不是身为行者 所能理解 所以呢 发问的时候呢 射利子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依靠了 而是依靠了佛陀 加持的威力而发问 所以叫做成佛威力 这边的威力呢 指的就是佛陀的 身口一三门的 这三门中的这个义的威力 所谓的这个佛的三密啊 佛的深密 口密啊什么 三密指的就是佛陀 佛的身口义嘛 指的佛的身口义 三门当中的 这个义的威力 而观音菩萨也是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佛陀的加持 之后呢 能够 才能够通达 接下来要宣说的 这些叫毅力啊 由此可见呢 要接收到这个 佛陀的加持之后呢 射利子尊者和观 观自在菩萨就 以问答的方式来对谈 这就是整部这个 波瑞心经当中的 正宗分的部分啊 他们两个的 两个人的一个对谈 这部经典的这个 直接宣说者 是观自在菩萨 并不是佛陀 并不是佛陀 所以就是然而呢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这并不代表说 这部经典 就是非佛说的经典 意思就是说 佛说的经典 不一定要 他的亲口要说 所以不用他 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如果 直接说的话 所以呢 再来这里呢 就是昨天我们 对于这个大乘的经典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大乘的经典啊 波瑞体系的这个经典 尤其是这个新经呢 做了一个解释啊 但是呢 这个有可能会就是 衍生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大乘经典 真的是佛说的吗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这个小乘的学者呢 认为啊 大乘的经典 与教理呢 并非佛说 而是因为这个龙树菩萨 或者这个 吴卓菩萨所说的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小乘 自己的经典啊 经论 以及从历史的事实 这两个方面来讲解 来解释啊 这个小乘佛教啊 在初期在 早期在这个 有很多非常多的部派 其中的最主要 最根本的部派有两个 也就是这个 说一切有部跟大众部 在说一切有部啊 这个解释经论的 一部经典当中提到 佛陀释迦牟尼佛 曾经对这个出家人说 佛的这个经典 可以分成十二种 分别就是契经 应诵 纪别 奉送 自说 因缘 本事 本身 方广 稀有 辟语 和论意 这十二种经典 就分 分裂 称为 十二分经 对于这个十二分经呢 我们要特别 注意的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 方广 所谓的这个方广指的 就是他的内容 非常的庞大 广泛的意思 同时呢 在另外一个小乘的 这个根本 部派啊 也就是这个大众部 在一部这个制定戒律的 经典当中 则是将这个经典呢 分成九种 刚刚分了十二种 但是现在它分成九种 说这个修多罗 企业 这什么 设计 家土 然后 优土呢 如是于本身 方广和 未曾有 未曾 未曾有 这个 然后呢 这当中也提到 这个方广这个部分 这个大众部 所以呢 以上这些内容当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小乘呢 就是 各个部派 都主征佛的经典 经典中 有一个叫做 方广的一个经典 那这个方广的经典 具体 来说 就是 具体来说 它这个方广的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小圣佛教当中呢 这个 有一部具有非常 就是权威性的一个经典 叫做 大皮 婆沙论 大皮 婆沙论 大皮 婆沙论 是有这个 五百位 说一切有部的 阿罗汉尊者 同时编辑而成 这样一部就是 论点 它有一百句 里面这个 仔细地说明了 公元一 二世纪的时候 这个 印度小圣佛教 各个 部派的这个思想 以及这个 许多大师们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就在这样的一部 这个小圣 就是 供许的 公认的 这样的一个 经典当中呢 就有一段经文啊 清楚地提到说 邪尊者言 此中 般若 说明方 方广 就是邪尊者说 此中的这个 这个方广 就是般若 指的就是方广 意思就是 方广就是般若 应该就是这样子 在这里的 这个邪尊者是谁呢 这个邪尊者 他就是一位 说一切有目的 早期的一个大师 据说是 这个马明菩萨的 这个老师 这位这个尊者呢 年纪很大 才会出 才会出 后来就是 年纪很大 才后来就是 后来才就是 年纪很大的时候 才出家的 所以这出家之后呢 他就严守 陀陀戒律 我们说这个 这个是吧 武松是叫什么 陀陀吗 说陀陀武松 这个 水浒传 又想到水浒传里面去 但是这个陀陀 跟那个陀陀就不一样了 同样是这个名字 这个陀陀就是一种苦行吧 僧众里面的一种苦行 完全 它是什么呢 完全不躺 不握 不躺 不握 所以 他的这个 双斜呢 也就是这个 腋下 完全不会 触碰 传板 他因为 修持这样的一个苦行 所以就被称为 邪尊者 总之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小乘的 这个 说一切有不的 这个 这部 经典 说这个 大批婆沙论 明确地说到 说一切有不的 这个大使邪尊者 认为呢 这个 波瑞经就是 方广部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 说一切有不 也就是这个 小乘的佛教啊 支持波瑞经 是属于 方广部的说法 所以呢 而且呢 就是前面 我们引用的 这些 经律 这个 这个 戒律经典 都谈到这个 方广部 是属于 九种 或者就是 这个十二种 经典当中的 其中一种 所以呢 就这样 我们就能够 可以得出 一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个 小乘自己也认为 大乘的波瑞经典 就是 释迦摩尼佛 所宣说的 一个经典 除此之外呢 在小乘部派 佛教的这个 吴卫山部啊 传承的经典当中呢 也明确地谈到了 这 十波罗密 另一个 这个小乘的部派 这个 说 说 初世部啊 所传承的 这个 佛陀传记 大事 有一个佛陀传记 叫做大事 啊 里面也提到了 修行的实地 所以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 就是小乘 大乘佛教 特有的这种内容 小乘不会讲什么 就是 不会细说什么 叫做 什么 这个实地啊 什么 实波罗密啊 那些 通常不会 细说这些东西 所以肯定 需要一个 就是可能需要 一个 依据嘛 不然的话 就说不出来 其他还有 很多种 就是 大乘的佛教 就是小乘佛教 本身的 这个经论的依据啊 都可以就是 证明大乘的经典 是佛说的 但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今天 就不用多说了 再来就是 我们从 这个历史的事实 来看的话呢 就是根据 现代的这个 学者们啊 研究和记录 研究与记录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 龙树菩萨 是一位 这个大约出生于 公元一百五十前 五十年前后的 这样的一个大师 而目前的这个 目前发现最早的 最早翻译的 这个大乘经典 是大约是 公元一百七十九年 是由这个 大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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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这个 制称 制称这个意思 从这个 范文里面 范文的这个 波瑞八千颂啊 翻译到中文 然后呢就是 叫做这个 道行波瑞经 所以从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断定说 这部 波瑞经 也就是这个 道行波瑞经 就是印度啊 流传的时间呢 一定早于这个 这个龙树菩萨 出生的时间啊 所以才会被这个 支撑意识 带来中国 并且就是把它翻译 成中文 所以大乘佛教 是由这个 总之呢 就是大乘佛教 由这个龙树菩萨 所创造的这个说法 可能就不可能成立啊 然后呢就是 从以上的这些 经论根据啊 或者这个历史的事实来看呢 我们就可以断定说 大乘佛教的经典与思想 并不是啊 有这个龙树菩萨等等 后代的这些学者 所创造的 而是佛陀宣说的一种 法教 虽然呢 但是呢 虽然就是事实如此啊 但是呢 为什么那些小乘的 很多的这个论师们 却不相信 大乘经典是佛陀宣说的呢 这边呢 可能有 关键的话呢 就是关键的原因 可能有两种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大乘的 毅力极为神庙 神庙 所以呢 一般的小乘的修行 是无法理解 就像昨天所说的啊 就是 所以呢 在这个经典 积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佛陀 呃 祝福给这个 诸大菩萨 呃 所以就是不停地提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大菩萨们 也要参与到其中 不能只是那些小乘的阿罗汉 他们来接近 一定要大菩萨们一起参与 第二个原因呢 是这个 由于这个大乘经典的内容啊 体系非常的庞大 而这个人道众生的寿命呢 又很有限 记忆力也不明锐 所以呢 这个人道众生的这个寿命与 呃 寿命就是很有限啊 记忆力也不是很明锐 所以呢 就是 所以相对来说呢 这个 夜叉和龙族 和天人啊 在寿命和记忆上呢 都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呢 这种说法是 大量的这个大乘经典 都积极的时候呢 就是都是寄存在 这些众生们的世界啊 而不是人道中 所以呢 这个早期的 这个小乘步派行者们 并不知道有 这些经典的存在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其实在根本说 一切有步的这个 绿典经典里面啊 谈到 这个 释迦牟尼佛在 涅槃之前呢 思考着啊 要将这个佛法 交给谁来保管 然后最后的决定 是由这个 人道的 家设尊者 和天大的四天王 共同保管 所以从这里的 就可以知道啊 小乘的经典当中 也有这个佛 将这个经典 祖父给天人的记录啊 这个 教父啊 祖父给天人的记录 当时呢 佛为什么呢 把祖父给这个 一个 人跟天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 只是交给这个天人 来保管的话呢 天人就是很放异啊 他们就很有享受啊 所以他 他就不管 那法了 我觉得 他很有享受 所以就太放异 那只是交给人的话呢 人的寿命太短 所以呢 实在没办法 所以只能交给 同时交给人和天 还有一个就是 在藏传佛诈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 有趣的说法 说这个 佛陀缘起之后呢 这个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呢 就想要这个 想要争夺啊 说谁来保管 这个般若经典 因此就起了 很大的争吵 最后呢 他们就竟然 开始动手抢夺 动手抢夺啊 然后就据说呢 这个当时龙族 抢走了 大波瑞经 他们可能也很聪明吧 我也不知道 天人呢 就抢走了 一万八千宋 波瑞两万宋呢 则被 那个人类拿走 还有这个 一万宋呢 是被 阿修罗 抢走 最后呢 那可怜的 这个多问天王呢 这个 只 只能捡走 那剩下的 最后一步 波瑞巴西斯 他就很可怜了 其实多问天王 应该很厉害才对啊 怎么可能 先下手围墙呢 所以呢 这个佛说的经典呢 分成 所以呢 就是 佛陀的经典呢 就可以 另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佛陀的经典呢 可以分成 这个 清口说 还有叫做 随手说 和加持说 有三种经典 那心经呢 就是 虽然不是佛 亲口所说的 这个经典 但是 却是佛 加持所说的经典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 加持说 也可以 分为三种 也就是 身于 一三种 加持说 首先呢 比如这个 十地经呢 就我们的这个 华言经里面的 这个十地品 或者十地经 等等经典呢 就是 身加持说的经典 还有呢 这个 去阿舍世 回恨 回恨经 等等的 这个经典呢 是 与加持说的经典 接着呢 这个 一加持说的 这个 一加持说呢 再又可以分为三种 一加持说 这个 一三摩地 加持说 还有一真实力 加持说 和一本质 事业 加持说 有这么一个 三种 然后呢 首先呢 说这个 心经是属于呢 第一种 也就是一三摩地 加持 加持说 然后呢 据说呢 就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那边有一个 天骨 有一个骨 是 大骨 一个天骨 它会呢 就自然 有时候会 自然发 发出一些 各种的 法音 有一个天骨 它不会常常 因为就 可能那些 天然的根基不好吧 但是自然 发出一种 法音 这是属于什么呢 这是属于 这个 一真实力 加持说 这也是佛陀 所宣说的 这就是 他的一真实力 加持说 这也是 就是 世尊的 这个心意 再来就是 这个 这个 世尊的 这个叫什么 事业 一本质 事业 加持说 这个呢 就是 他会 就是 世尊的 心意 事业的 这个加持呢 能让那些 夜叉 那些夜叉 等等 这些 众生呢 他们就自然 会宣说 一些陀螺 你 等等的 这些 许多的咒语 所以呢 这也属于是 一本质 事业 加持说 或者 一事业 加持说 那么 有这边 那个说法 然后再来是 把这个 已经讲解好了 这个 成佛 威力 再来就是 白 圣者 观自在 菩萨 摩赫 约 这句话呢 就是 比较容易 了解啊 所以就不用 做很多的解释 然后呢 至于呢 设立 子尊者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请看下回分解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8-660-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接下来请收看 演示新药电眼 演示新药电眼 国王与二十五位弟子 接着向珍贵的乌迪亚那王国上师提问 请赐予我们一个切中要点 含涉一切 然而修持方法却很简易的深奥教授 莲花生大师畅而达道 奇异哉 国王、王子们和其余弟子 真实义并不在所有人的理解范围内 当此义被不具格的领受者所听闻时 便会成为毁谤 误解及毁坏三昧夜的诚意 我已经给了你们关于未来的重要预言 然而现在并非弘扬此法教的时机 而是让你们每一个人正确实修的时机 为了未来的利益 此法教将会以服葬的方式埋藏起来 因此来领受秘密誓言吧 为了嘱咐弟子们坚守秘密令 上师首先对国王说 国王陛下 现在仔细聆听 你要采用家福坐姿 在座上保持身体挺直并禅修 让你的觉察力保持五念 且不受概念照做守福 当你的所缘焦点超越一切对境 不再附着于任何具体的表征时 就保认于极静安稳和醒觉中 当你如此保认时 进展的真相自然会出现 例如那不生不灭的心事明性 以及毫无谬见的觉性 这是在你自身中发现的醒觉境界 不能于他处寻得 而是本质存在的 多令人惊奇啊 现在仔细听 卡迁的前进挫家 由于自心毫无可显度的真实本体 因此要以自然不照做 任运呈现的状态 在无休的境界中保持不散乱 这样保认者 解脱便会自然发生 这就是觉醒或正觉的境界 现在仔细听啊 被极伤给 我优秀高贵的孩子 轮回和涅槃 一切的现象都是你的自心 离于此心 及无有显现 空无自信 超越念想 语言和表达描述 不要执取令人欢愉的事物 或者排挙令人惧怕的事物 不要肯定或否定 不要偏颇 但要在无照做的本人中 保持活跃觉醒 如此保认之故 进展的真相就是 你的身与意 将会感到自在和轻松 超越欢乐和痛苦的界域 这即是领悟觉醒 或正觉境界的时刻 现在仔细听啊 披露这那 可敬的人啊 显现与存在的一切 轮回与涅槃 皆由自行人生 这无法背之取 没有中央与边际的心 在广大平等性 巨生固有和不照做的 本人境界内 在大无为中 保持不散乱吧 无论你在思索什么想法 想法的升起 无异于觉醒的虚空 而所谓觉者 无非即是如此 当自我觉知的觉醒 完全展现实 这即是名为佛的境界 现在仔细听啊 从加磨来得油炸拧波 你的心是无声的 毫无可见之物 要远离念想 不照做任何概念 不要追逐你的念想 因此 不要去肯定或是否定 而是保认者 于自身内自在放松 在这样的境界中 念想之流被解断 而智慧未开显 在轮回与涅槃之间 跨下坟界 现在仔细听啊 难开引波 来自弩地的脱波声 自心即是远离 我直和自我的离戏随然 因此要保认 在此心自生起 自止灭的境界中 远离照做 那时 乐自内流染而生 进展的真相 自然显现出 这即是心自身 醒觉的境界 现在仔细听啊 吉娜娜 库马尔 远离散乱地 请听这个教授吧 自心最初 并非由因所创造的 最终也不会受到 缘的毁坏 因此 无为不费力力 保认在 这难以言喻 且不造作的境界中吧 那时 果 会在你自身中显露 无需寻找 除此之外 也找不到其他任何抉择了 现在仔细听啊 南瓦的加瓦 雀阳 证悟的觉醒心 并非透过禅修创造出来的 因此 要远离念想 不要投射 或去骁容念想 要以宽广敞开的感官直觉来保认 让念想 让念想于自身中自消融 在此境界中 你的念想会自能消融 而且无需寻找 智慧 智慧神奇 而这极是所谓 发现了觉醒的境界 现在仔细听啊 喇喇的多结 度久 那名为证悟的觉醒心者 是本来聚生 原本自身 且没有忠心 或是边际的 不要去修正 而是保认在自觉 且自然极静的境界中 不要去改变 不要跟动 而是保认者 放松到自然状态之中 若能如此保认 那么你那远离混乱的心 就是正觉者本身 现在仔细听啊 八地的衣系羊 要好好学习这个教室 当你的心不固着于能者和所者时 心是如如不动的 不要为了蓄意动作 希望和恐惧 为了守护和终结念想 而散乱分心 不要修正这些 而是保认在你的本然境界中 不要受扰 而偏离本然境界 这即是正觉者之身 现在仔细听啊 锁格波的背极依息 新的觉醒境界 非经创造而出 非经寻求而得 且是本质存在的 要远离那只取能者和所者的奋力请坐 保认在本然觉知的离系境界中 若能如此保认 凡乱吊举之流便会切断止灭 要认出这个刹罗便是正觉者 现在仔细听啊 拿挡衣袭 来自乡的年轻脱活生 让你的注意力远离二元的活动 不要去断定或统地 而是保认在不造作的无情为中 不要取受或拔拒 觉醒或正觉境界 就是不散乱地 安住在那样的状态中 现在仔细听啊 卡牵的背极望求 让你的心处在无休之中 不要造作任何异象 而是要不刻意造作地 保认在自身的本然觉之中 若能保认在那境界中 无需将轮回抛除 那轮回过失的自然消融 就是正觉者的智慧 现在仔细听啊 灯马采马 卓越出众的人啊 自信是空无能者和所者 且非进创造 因此要远离奋意请坐与造作 不要用禅修去创造什么 而是要在自身的本然觉之中 保认不散乱的状态 若能保认于如此状态中 本然觉知便能解脱 若是气舍这样的境界 你是根本无法找到正觉者的 现在仔细听啊 心部的意识感华 配色 放下能者与所者时 心并非可见之物 同样的 心是非经创造的 也无需修改 保认在平等定的状态中 不要偏入攀直实存的企图 要保持着不从始终分心散乱 要全然地不受阻碍 在平等定的禅修中 当你能维持不从始终分心散乱时 就是所谓正觉者的法身 现在仔细听啊 逻辑穷八 聆听浙教授 要让你的注意力 远离能知者与所知 不要有所顾着 而是不带希望的自在地放松 保认在空无自信的觉知境界中 如此保认在不从始终偏出而动摇 就是觉醒的境界 注意聆听浙教授 枕八难卡 心虽有所感知 然却没有实体 能做认知却无有念想 有所觉察却无法描绘 要远离概念思考的活动 保认在那个境界中 保持觉醒与宽广敞敞 保认在如此本性中 就是觉醒的境界 现在仔细听啊 欧枕的背极望求 觉醒之心 是一种有所感知的空性 一种空却明的觉知 要保认在觉醒心自身的境界中 不要改变或修正它 保持着不离始终的如如不动 这就是抉择 仔细听我说 人千秋刻 注意力的本体 非由何物说成 既不能过持 也不要在禅修中去创造或忽略 不要去修正或改变它自身的情形 而是要保持在怨孕而存的本出状态中 在这样的境界中 要让自心如如不动 因为除此之外 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故 现在仔细听啊 桑节一席 来自弩地的托波声 觉醒之心是空性的 然却有所感知 同理 它有所感知 然却是空性的 它是感知及绝空 两者不可思议的双容合一 要保认在本然性中 不应离始终而散乱 保持着不离始终的如如不动 这就是正觉者 现在仔细听啊 拉拢的背极多节网求 自心本性没有实体 也没有任何属性 不要企图加以造作或去改善 而是不改变或不忘实地保认者 如此保认就是绝者 现在仔细听啊 朗拙的空秋就内 自心是非实体的 且从本初以来就是清净的 自然地枯兴且无有照着 因此保认在无有修者 与所修对境的经节中啊 借此以便达至了佛谷 现在仔细听啊 拉孙的佳华讲求 自心不生亦不变 也没有实体具象的属性 自心之本性为空性 其觉知是无碍的 保持着不离此中的侮辱不动 这就是正觉者 你们所有人都要将这些教授 运用在自己的体验中 你们也许把佛陀的经账 续部及经续的论识等等 比你为数量超越虚空边界的话语 但此中要义都包含在上述这些要点中 因此好好修持这些要点 并遵照你的誓言 将这些教授作为珍宝埋藏起来 莲花生大师如是说 他仅是把这真实新要的教授 赐予这二十五位弟子 这些弟子便都获得了解脱 并得到成就 这些教授作为珍宝埋藏起来 这些教授作为珍宝埋藏起来 他缓了解到怎么是 这些教授是 door地下 不通过 是录虚的教授 您英诞 这些教授 这是录虚的教授 免若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掌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礼拜药师保餐 恭请会信法师领终 日期3月24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半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现场备有消灾超见牌位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新逢观世音菩萨 即普贤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置业花莲中心 清明追思理主 起见礼拜梁黄宝产 点灯供水护生药供即甘露诗时 消灾超见祈福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 日期113年3月27日星期三 至3月31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奉福恩 从前有一个富翁 平时生活节俭 将省下来的钱全部埋在墙角底下 每天前往巡视感到非常满意 没想到有一天钱被偷了 富翁知道后非常伤心 在埋钱的地方不停地哭泣 有人看到便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富翁难过地回答 我的钱被偷了 这人又问 蛤 这些钱是急着用的吗 他回答 不是 只是除金 康护而已 问的人说 既然是不用的钱 现在改买砖头 把它当金钱一样守护就好了 蛤 何必难过成这样呢 这话听起来有些好笑 但却给了爱财的守钱奴一些启示 贪心是一切祸害之源 大致度论上有一段话说 财为恶心因缘 因为钱财常常引起人的贪心 贪心是三毒之手 无量无边的烦恼皆由此生 所以贪是恶心因缘 一个有智慧的人 知道贪毒的祸害 所以菩萨的六度 以布施为首 布施得大福 又能去除贪毒 自然能远离祸害 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m Arabajanad 像我们佛弟子也是 会偏袒右肩 然后表敬 身口意都敬 然后以济来拜佛 天人这个讲话都是文粥粥的 出口成章的 语言特别优美的 就问 众天神与人 就是天神也好 人也好 都渴望得到利益 思虑求幸福 情世最吉祥 什么才是生命最吉祥的呢 这个吉祥是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查字典的话 丁富宝的佛学大词典里面 吉祥说 吉世的瑞兆 瑞兆 这实际上是讲的一个因 那在我们佛经里 就是荆棘的这个浅世里面 什么是吉祥呢 emandoken 葱 好